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的回顾历时 无不再向反贪局长侯亮平诉说着 李达康胆大妄为 当年的二人曾在吕州市搭班子 作为二把手的李达康 从未把他这个一把手放在眼里 而对于达康要规划一个新吕州市的方案 直到他上报给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立春 高玉良这才知晓情况 如此的大胆 这让跟随岳父见识过无数场面的侯亮平 都忍不住的感叹 在他看来李达康作为赵立春秘书 赵立春便是他的资源 而为了消除自己的不满和所谓的平衡 趁着这个机会 达康就此被赵立春调出吕州 成为了临城的市委书记 就此当上了一方诸侯 而到任临城之后的他随即搞起了经济开发区 为了经济快速发展 不论什么事他都敢去干 不论什么人他都去用 更是提出了法无禁止及自由的口号 这一切在高玉良看来完全是荒唐至极 他也认为达康迟早会出现问题 而这一切不幸的被高玉良猜中 随着副市长的双规投资商的撤资 经济开发区就此荒废 面对高玉良的回顾历史 此刻的侯亮平也已明白 高玉良费尽心思的打比方 只为坐视李达康泄密的事实 也为这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 看着沉思的侯亮平 为了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高玉良再次做出强调 面对高玉良的再次引导 侯亮平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即使成绩大于一切 但压上自己前途去泄密 未免代价太大 看着侯亮平的质疑 明白言多必失物极必反的高玉良不再多说 他随即岔开了话题 这无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引导和提醒 高玉良清楚侯亮平是一把反腐利剑 他已经不是自己当初听话的学生侯崽子 能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但显然侯亮平是半信半疑 而眼下制衡李达康只能去从杀锐金入手 那么他所谓的推论 能否引起杀锐金的兴趣 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看似客气的态度 却让一把手杀锐金脸色突变 一句锐金同志 无疑在摆着自己的老资格 而对于他的称谓杀锐金并未过多计较 杀锐金更在意的便是自打他上任以来 这位副书记即将对自己的首次单独汇报 随着杀锐金的邀请 胸有成竹的高玉良如月而至 看着气好的茶水 和望着自己不开口的杀锐金 高玉良只能试探性的去开口 此刻的杀书记称呼便是正确的称呼 而一句老高更是杀锐金对电话中不尊重的回击 但对李达康如此高度的评价 这让做了充分准备汇报的高玉良深感意外 他明白这次的汇报工作要比预想中难得多 失算的他用手扶了扶眼镜演示自己的尴尬 面对高玉良的微表情 作为封疆大力的杀锐金也开始了试探 高玉良的附和越发正视了杀锐金的猜想 他是为了得意门声齐同伟而来 再次向自己推荐齐同伟上任副省长 然而并非如此 看着杀锐金直言不讳的挑明 高玉良也不再藏着掖着 我今天来是想反映一下李大康书记的情况 反映李大康的情况 你说 丁一贞的出逃杀锐金多少有些了解 对于高玉良的说辞 作为一把手的他并不像侯亮平那样被高玉良牵的鼻子走 相比推测他更看重证据 面对杀锐金的不相信 这早已在高玉良的预料之中 胸有成竹的他当即趁热打铁 杀锐金的再度袒护这让高玉良略显吃力 但他仍不打算放弃 在他看来这种保证可信度几乎为零 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 他的思路更是超乎常人 八年前临城副市长被双规 三十个投资商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而这次丁一贞没有被抓 光明峰项目下也没有一个投资商跑路 在这116大火烧起来之际 达康更是依然坚持强拆大风场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刘省长的即将退休 对于传得沸沸扬扬的沙里佩达康太渴望政绩 如此一位深长的提醒举例说明 如果李达康没有和沙瑞金的临城之行 沙瑞金必然身心无疑 但奈何高老师还是晚了一步 那么面对沙瑞金的刻意为之 高玉良又会如何去反击 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的反问 无不是在回应一把手沙瑞金的质问和对学生齐同伟的辩解 在他看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位想进步的学生 对于想上位副省长的齐同伟来说 他绝不会冒险通知副市长丁一针出头 面对信誓旦旦为齐同伟说话的高玉良 沙瑞金也不再去与他争论 也为常委会上为袒护枯坟的一幕 他仍历历在目 看着依旧对副省长念念不舍的师生二人 沙瑞金果断出手敲打 沙瑞金有意的暗游所指 高玉良再次的为学生辩护 在他看来这件事情上 齐同伟完全是尽职尽责 因为对于丁一针的追捕一直在进行中 并且就在昨日已经发现了丁一针的下落 目前他正在一家美籍华人的酒吧做服务员 海外追捕小组也在齐同伟的牵头下正式成立 面对高玉良接二连三对打如流的反击 这让沙瑞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缓解内心的无力感 沙瑞金不再与他平等交流 而是坐到了属于一把手的位置上 然而享受着胜利喜悦的高玉良并不打字收手 再次开始了进攻 对现在冻结的125名干部的深入考察 能不能快点解决 沙瑞金 这批干部里边 有一些人年龄只差半年 或者几个月了 高玉良的步步紧逼 显然已经激怒了本平静的沙瑞金 桌上关于优先考察抵达年龄干部批示的文件 已经由指点变成了拍打 在他看来沉沿是沉老的悲剧固然不能重演 但用人方面该把关还是要把关 如果为了人情事故不作为 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 让有问题的干部足迹提拔 那么问题最后无疑全部推向了上级领导 如果单靠上级领导来抓显然是不现实 而他也做过统计 在整个汉东省被查处的干部有很大的比例属于戴病提拔 更有甚者带病在港十年二十年却被屡次提拔 问题在他看来不是一般的严重 看着沙瑞金的上纲上线 高玉良只能选择闭口 毕竟他不是组织部长 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会对自己不利 随着高玉良的沉默 二人的对话在暗流汹涌中就这样结束 而此刻另一边面对通知 光明区区长孙连城火急火燎的赶往区信房居 眼前大批群众的围观和保安所致 究竟所为何事